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最长寿的教学单元 成古底八个 这个单元见证了古鱼生财的变化 以及财富的增长 希望大家也都有财富的增长 因为我们每天教每天教每次教每次教 教到这边发现还是有很多人 对一些基本的观念不了解而错过行情 现在台股在创新高的路上 好 古鱼的两万点好像快来了 如果没跟上又觉得这些题材股标得很吓人 怎么办 事实上最近有另外一个事情更值得您关注 尤其是价值型投资人 现在在公布什么 股力政策年报到底多少钱 这个完完全全叫做送分题 好 有人说古鱼现在一天到晚都在讲ETF 不讲个股了 那个是不了解你 没有错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个股才是我的老本行啊 对不对 而且如果要看个股 请来纯股抵Bug 纯ETF就好了 没有什么好抵Bug的啊 纯就对 没有ETF也是有很多Bug的啦 好不好 但是呢 个股的部分确实Bug比较多 那尤其最近股票市场行情一路往上喷啊 哎呀我看你真的红光满面啊 当然因为我每天打开我的那个布置一看啊 通通都是红冬冬的啊 对不对 就会反映在我的心情上面 非常地开心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讲过一件事 不管是做技术现行的朱老师 或者是交筹码的小哥 我们最终都会像骨鱼 靠龙 没有错 跟你讲基本面就是 所有人最后的依规啦 还不赶快投靠到我这边来就对了 对不对 我们人在江湖也是会累的 是啊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啊 投资朋友如果每天都有在看新闻 他一定会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有奇特吗 说说看 什么怪事没见过 因为呢现在三月份 很多公司呢开始公布他们今年的鼓励政策 其实有点早耶 对对对很早哦 因为鼓励政策的话呢 很多可能到四月底或是五月初的时候才会开始公布嘛 那像这种三月啊 一开始就在做公布的这些公司 应该是赚得不错啦 不然你那么早跟人家讲干什么呢 而且啊 他们宣布完之后 确实股价出现强而有力的催化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哦 比如说像袁大琪这间公司 以前介绍过哦 这个以前呢我们就有推荐给赵华来做存股的动作 你还记得啊 记得啊 那时候四十九块 对但是你把它卖掉了 我搞了几个月后还是四十九块 我好像还要领到过一次股息 但过不了多久 他又只是在五十块那里 我就觉得哎呀 是不是我认识小哥 我认识很多人 是 买标股啊 这就是你的心很容易被吸引的原因了嘛 另外一个单元叫标股在线等 好充满诱惑的名字哦 所以你就被他给拉走了 但是我跟你讲哦 有一些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股性是温吞的 可是呢遇到关键事件 什么事 他立刻就喷给你看 哎呦 像你看 袁大琪宣布股力政策 配五块钱的现金股力 你知道隔天发生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 直接一根涨停锁死 然后现在呢 股价的部分就已经来到接近七十块了 你四十几块买了 现在七十块了 但是呢 你五十出头就卖掉了 这一段涨幅的过程 你完全都错过了 其实我忽略掉他一件事 他是升息受惠股 然后也是股市交易乐落时候的受惠股 两个受惠他都有 对没有错 那你看 我们如果呢 以他发布讯息的当下 看他的殖利率表现 市场那时候殖利率是七点九个percent 所以他殖利率相当的高 你不要以为就有这一家是这个样子 没关系袁大琪我等 我等降息循环 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 现在很多杠杆型的产品 大家都很喜欢买进了 所以他在这一块的获利也是很高的 袁大琪因为他说我们保证金 保证金他可以拿去做一些套利 没有错 所以你不要忽略人家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动能在那边 那还有另外一档的话呢叫做那个01 3029 老朋友 老朋友 那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做过介绍 那这是一档跟资讯服务相关的公司 那他也是七早八早就宣布了他的股利政策 每股盈于4.5块钱 然后呢 讲的那个当下 他的殖利率大概是5.6% 对 一样讲完之后隔天直接锁在涨平板 这个我就还好 因为资通讯软体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他们本来就是诉求高殖利率 所以我觉得存股的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类型的股票 对 但是他殖利率越来越低了 以前更高吗 现在市场你在追逐了吗 对 因为像以前比较没有这么多人在乎这些资通讯服务概念股的时候 他的殖利率都可以到7%以上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都已经开始降到6%以下的水准了 没关系他有资本利得 对对对 所以他有资本利得 然后呢 也让你赚到了一个股息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帮投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我们要怎么去抓到这些个股 他的一个特征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 就是去你的脸书上看看 或者看看存股debug 对 可是呢 你等我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去把它给找出来 是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那你看哦 我们帮投资朋友做个整理哦 为什么这两间公司 他宣布完股利政策之后 市场如此的激动 马上送给他一根涨停板 对 有需要这样吗 当然是有原因的啊 是没看过高股息吗 不是 人家背后是有一个基础在的 好 这个基础是很强的哦 首先第一个 这间公司呢 在那个112年的时候 获利创下新高 也是去年 去年创获利新高 创获利新高 然后第二个重点来咯 他目前公布的一月营收 还能够维持年增跟月张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过去赚很多钱了 但是呢 不会到此就停下来 我今年还有机会赚更多 所以呢 年增跟月增 然后第三个 他的殖利率的数字呢 都有超过5%以上 所以这三个因素呢 结合在一起 他的鼓励政策一讲出来 是不是对投资人 充满了各种的吸引力 所以导致资金呢 大幅度的涌进 其实去年营收获利可以创高 是真的不简单 因为整体上市柜公司的 平均获利是年减的 对 可见呢 它是异军突起的公司 又有高值利率 对 那所以呢 我们在看这些 个股的时候啊 其实呢 我们就有一个东西 要来交给我们的投资朋友了 还是要学习 对 不能等名单 因为你等名单 等我讲出来啊 大概都已经是股价都喷出去了 是不是 哎呦 听起来蛮拽的 不是 这是一个事实 你知道吗 因为哦 投资朋友都有一个 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呢 我名单提前跟你讲 对 你不纵使他 不是 我看到投资朋友 常问一个问题 名单跟他讲了 哎 老师这个现行是空头耶 对 没有动耶 有问题吧 肯定是烂股票 对 没有错 对 可是 那些都是我选出来的啊 怎么这个样子呢 而且可能过三天 老师这三天 他都没有涨耶 有问题 不是 因为基本面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看技术现行的 我们只看它的价值是否浮现 所以呢 我跟朱老师 刚刚就是颠倒的 你知道吗 朱老师是标股在线等 好不好 然后呢 我是呢 等标股跌到股底的时候 进去捡便宜 好 帮你debug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两个呢 是互相呢 去做一个搭配的动作 这个太极呢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如果要去抓到 这种类型的股票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先把它的直利率 给算出来 是 因为一间公司啊 它的 那个营收 有没有月增年增 那它的获利 有没有创新高 其实呢 你把它的财报打开一看 你就知道了 可是有个东西 你看不到啊 什么 就是它 鼓励政策宣布之后 它的直利率会是多少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 三个关键点嘛 获利创新高 营收呢 继续增长 还有一个呢 直利率要超过5%以上 这样才会吸引起 那个市场的兴奋感嘛 对 但它不公布 我们只能用算的或猜的 对 而且还好保障 它今年不要乱讲话 有的公司会突然 改变鼓励政策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挑一些 鼓励政策是稳定的 然后公司本身有信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做推估说 如果公司今天出来讲话了 它的鼓励政策 可能喊出来会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去提前做 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这边就教各位 三个方式 首先第一个 用近世纪的EPS 然后呢 去乘以近三年的 平均现金发放率 出于股价 你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它今天宣布 目前的殖利率 可能会是多少 那另外一种的话呢 是用法人预估 它在2023年的EPS是多少 然后一样乘以 近三年的平均现金发放率 出于目前的股价 那还有第三种 近三季的EPS 然后再加去年第四季的EPS 乘以营收的成长率 然后呢 一样 然后再去乘以 平均的现金发放率跟股价 透过这三个方式 你就可以去找出 这间公司 如果现在宣布的话 它的殖利率 可能会是多少 我可能只做到第一点 到第二点我就要想 蛤 我还要去找法人预估 又不是党党都有法人预估 然后到第三个 这个公司超过一行的 谁看得进去 它有两行 不要这个样子嘛 你不要老是当个懒人嘛 是不是 跟你学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我们比较建议投资朋友 你用一或是二来做就好了 就够了啦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它是你要抓得更前面 因为你净四季的EPS 如果要有效的话呢 那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公司 它的第四季的季报 都已经上传发布了 那你抓这些公司的净四季 其实就相当于 它年报发布的数字是一样的 那你这时候来推估 就会比较准一点 其实现在已经 接近年报截止期了 对对对 还剩下不到一个月 对 全部都要公布 对 所以基本上已经有 大概三分之一的公司 已经选择公布了 对 所以你现在要去抓 第一个方法 进四季的这些 应该大部分的公司 都可以让你抓到了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把这个计算的方式 先帮各位整理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待会来看实际的例子 好 实际的例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 这间公司 叫做敦阳科 它还没公布吗 敦阳科的部分的话呢 它已经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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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是要先跟你讲 就是说 在它还没有公布之前 如果我们用推估的 对 那你推估出来的数字 大概会是多少 比如说你看 我们呢 进到证券公司里面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 让你找什么 基本分析啦 财报分析的一个栏位 然后你看 基本分析里面 你可以找到 它每一年的现金股利是多少 帮我抓近三年 然后呢 在财务比例表里面 你可以找到呢 它的每一季的EPS是多少 还有呢 它每一年的EPS是多少 你都可以把这个数字给抓出来 那你把这个数字给抓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计算的动作 其实这些资料都很容易找券商的网站 或者是说像什么 GoodInfo GoodInfo真的是我们长期的好朋友 对对对 玩股网 现在好多好多 可以查到这些资料的网站 都免费 对那你找到资料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些资讯 做一个整合的动作 好 那比如说呢 以敦阳科为例 近四季的EPS 因为它的第一季到第四季的财报 都已经上传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四个数字加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说 哦 它的年报发布 它的EPS呢 应该会来到7.36元 那它年报还没发吗 还没有发 好奇妙哦 因为一般来说 第四季季报应该会跟着年报一起出来 没有 那个季报的部分会先出来 有的会先出来 好 对然后年报的部分的话 在三月底的时候 它就会上传 好 那我们可以自己先算一下 对但是我们可以在它正式发布以前 就先把它算出来 不会有太大落差 有落差这家公司就完蛋了 不会不会 我绝对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落差 因为你的年报就是前四季的资料 如果有落差是公司有问题 对就算你今天你要做一些什么认列亏损的话 也是在每一季的某个时间点 是就要认掉了 对年报只是把它整理在一起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计算它的股利的发放率 我们刚刚有讲过吧 把最近三年的股利 把它计算出来的话呢 EPS现金股利 你这两个呢 去除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呢 它的现金股利的发放率是多少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比如说以敦阳科为例 它的股利政策还算蛮稳定的哦 它大概赚的钱有九成以上 都一定会发给股东 那所以呢 我们又会计算出来 它的平均现金发放率的话呢 来到91.5% 那你的现金股利 不就很简单可以预估了吗 我透过近世纪 知道呢 近世纪的话是赚7.36元 发放率的话呢 91.5% 所以公司如果宣布股利政策 它的现金股利呢 可能会来到6.7块钱左右 那你去处理当下的一个股价 你就可以知道 我现在入手的话 它的指利率应该会是多少 像这个有超过5% 那就是预期说 它的那个股利政策 一旦宣布之后的话呢 我的股价呢 应该会有点反应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个也是 自通讯软体服务 所以这个简直也是一个送分体的族群 对没有错送分体的族群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跟各位讲 那另外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用法人预估的方式来做 那法人预估的方式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啊 好麻烦哦 我们可不可以看表啊 有没有表啊 你的表是指什么意思 你整理好的 我们的表放在最后嘛 不要猴急 对不对 好 你要为我们后面的学员争取点福利嘛 是不是 我们这边的话先跟你讲 这家公司叫104 教学是怎么做 比如说呢 像104这间公司 那你可以从券商的报告 对 或是呢 某一些 有一些那个财务的软体 他会呢 帮你整理 法人目前预估呢 他整年度的获利会是多少 然后呢 他呢 最近的一个股息的发放率是多少 他都帮你整理好都算好了 比如说以这家公司来讲 机构法人预估 他在2023年 他的EPS会来到13.6亿 其实这他一直很赚钱 能力银行这么赚钱 代表需求很大 然后呢 近三年的发放率 就是100% 就是100% 他们没有什么资本支出的问题 对啊 那所以你看 13.6乘于100% 除以呢 目前的股价 222元 所以呢 他到时候 股力政策宣布的话呢 他的殖利率会超过6%以上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去透过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技巧 投资朋友就可以很快地去找到 到底有哪些公司 一旦他的股力政策发布的时候 也许呢 股价立刻就会往上冲啊 好不好 好 因为有很多人现在也是选择 所谓高息的ETF 但是 个股的快乐 往往也是很难戒掉的哦 尤其是有时候股力政策一发布 像刚刚也举的一些例子 不管是元大旗或01 甚至后来像达方 对不对 他们一公布都是一根涨停板 这个滋味很难忘 而且也不难找 对 甚至偷懒一点 有时候你上网找一些法人报告 他搞不好都已经帮你算好了 最近出的报告可能都算好了 但如果你需要骨鱼帮你一把 那就请把我们的荣耀班定起来吧 赵华每一次都会逼骨鱼 榨出两张表 就是符合法人有做预估 而且质地率高达5%以上的 任君做选择哦